据日本媒体26日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当日在东富山演习场举行了 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习 日本陆海空三个自卫队都集体参加了联合作战 演习的内容是设想 如何从敌方手中夺回被占领的岛屿 此次的演习预计将花费4亿日元 而且此次还出动的日本水陆机动团 该团是在日本在今年3月才设立的 主要就是为了针对钓鱼岛而存在的部队 而随着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 使得这几年中国对争议的岛屿的控制权 也越来越逐步加紧 9月7日上午由4艘海警船组成的 中国海警船编队进入钓鱼岛12海里海域巡航 这是中国海警船2018年第17次 进入我钓鱼岛12海里海域执法 但遭到日本海商保安厅的阻挠和干扰 日本政府还向中方提出了所谓的抗议 而2017年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 被媒体曝光的有28次 近期的卫星图片显示 中国海警船保持边位航行 日方船只则在一旁进行机动干扰 场面十分激烈 日本防卫有关讲话中专门提及 中国海监船巡航钓鱼岛海域等情况 声称日本周边各国的活动日趋频繁 安全环境愈加严峻 从中国舆论反应看 中国军事专家普遍认为 日本此举是针对钓鱼岛的 但没有多少实际军事作战意义 钓鱼珠岛地域狭小 多为山地 因此中日之间如果围绕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 就不是简单的岛屿攻防和机械化作战问题 而是双方围绕钓鱼岛海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争夺 随着中国不断地对钓鱼岛加强实际控制权 而日本为了让防止中国对钓鱼岛的控制权 不断地加强其军备进行阻扰 中日两国在钓鱼岛海域低烈度地擦船走火 随时可能发生 而对于高烈度的高强度的冲突 甚至大打出手 日本方面也已经在积极准备中 那么如果中国和日本就钓鱼岛爆发了冲突 台湾作为当事方会站在那一边 首先我们来说说台湾与日本的关系 自台湾民进党上台以来 台日之间暧昧动作频频 如果说日本对台窗口日本交流协会 改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台湾对日窗口亚东关系协会 改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是小动作 显然这是日本和台湾抗衡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举动 日本总务富大臣赤兼二郎打破45年禁忌访台 则让舆论哗然 日台关系看起来越来越热 这是因为台当局昧日 还是源于东京对台湾的战略算计 而在近几年中国不断地在国际和外交上压制台湾 使蔡英文上台后 为了所谓的公投 不断地和日本进行来往 寻求日本在国际上的支持 蔡英文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 启用多数亲日派 并警告大陆却用日语发推卸日本 蔡英文警告大陆却用日语发推卸日本 她在文中向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感谢 感谢他就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前景发言时对台湾加入TPP表示欢迎 包括中国大陆评论家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 日本此举是在继续向台湾政府献媚 就像像美国献媚一样 背后的动机是遏制中国 蔡英文不仅用日本发文 还抛弃中国文化鼓励民众改用日本姓氏 台湾电视台甚至公开起底蔡英文家族历史 指责蔡英文忘记台湾被日侵占时期的血泪史 忘记台湾光复史 一位卖台走文化台独路线 抛弃中国文化 放弃汉语放弃汉字 使用日文使用日语 甚至抛弃祖宗支持鼓励 亲日独派民众改用日本姓氏 从蔡英文对日本的内日态度来看 如果中国和日本就钓鱼岛发生冲突 以蔡英文执政党来看 台湾很有可能会站在日本这边 虽然蔡英文当局此举 会面对岛内的个大团体的抗议和游行 但是对于以走投无路的蔡英文来说 为了得到国际之 时和中日钓鱼岛冲突 使得大陆无暇顾及台湾 因此蔡英文会冒险站在日本一边 欢迎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文静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